当播足球快讯 2023年1月30日 圣日耳门必胜蓝丝 星期一凌晨 发甲友对决展开 为免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将出战 坐镇主场面对蓝丝 直播届时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圣日耳门过去六次跟蓝丝交手 保持不败拿到五胜一和的战绩 期间攻防两端表现极其出色 得失球15比0 心理层面占尽优势的圣日耳门 金铺主场称鸿不在话下 圣日耳门今季在发甲 并没有展现出过往的统治力 甚至可以用举报为奸来形容 尽管迎领跑职分榜 但优势只有三分 截止至第十九轮 对于座永豪华 阵容的圣日耳门来讲 这样的领先优势 显然不足以令他们满意 造成这样的局面 卡塔尔世界杯可能要负主扎 毕竟在世界杯前的15轮法甲 圣日耳门未尝一败 而在世界杯后 他们先输狼斯 后爆冷不敌雷恩 四轮法甲输两轮 上将法国杯对阵比斯迪卡素 圣日耳门总算 让微吐气一番 基里安麦巴比在那场 波攻入五球 成为队市首位单场 入五个波的的球员 同时这个也是 是他生涯首次单场 直接参与六个波 助攻尼玛达斯华 最终胜日耳门7比0大胜 以极其强势的姿态挺进第四圈 此外 后卫派斯奴金沛比恩商缺陣 蓝斯今季表现中规中矩 十九轮过后战职五胜十和四负 职25分位列职分榜中游 另外截止至第十九轮 他们还是在法甲中和局最多的球队 造成这种和平大事的局面 主要还是因为蓝斯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未如人意 至今得失球比21比23 这样的发挥显然难以比对手构成足够威胁 不过攻击首科拿连巴洛根的发挥仍值得肯定 目前攻入十个波 是阵中唯一入波上伤的球员 法甲神射手榜中也有他一直之地 不理的是 蓝斯在客场作战层面没有太多心得可言 头十次出征只赢过两次 胜率仅百分之二十 今铺走坊主场不败的胜日耳门 蓝斯显然难有胜算 再者 蓝斯过去六次同胜日耳门交手未赢过 期间战绩一和五负 而且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他们在这段期间 未曾试过攻破胜日耳门球门 有见及此 完全处于劣势的蓝斯金像劫数难逃 多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记住记住要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